欢迎大家出席参加这个活动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都不是很惯对着镜头 大家好 这是你的镜头 是的 这是book and code 这里我们身处现场 是book and code 起西半山的一间书店 今天这个活动是理财有道的一个分享会 我说清楚理财有道是一本书 我们不是特别推介 如何说理财有道 当然我们的内容会说到理财投资 但是我们这是book talk 而不是一个投资讲座 而理财有道的理字 其实是我身边这位李锦铭先生Bruno 今天很难得 可以抽空过来我们这里做过一个 他这本新出版书 他也是他第一本书的一个分享会 欢迎大家 另外我们都要开始之前 要多谢很多人 要多谢《信部》出版 合作 可以有机会和他合作 搞这个活动 也有他的支持 分享了他的link 以及中间的一些指导 一些意见 另外 当然 就有 Buno 更加重要 可以抽空过来 直接亲身和大家分享这本书 最后更加重要 就是大家的读者 因为今天我们有出版社 有作者 有书商 另外最重要 也要有读者才可以成立事 多谢大家 事不宜迟 直接入正题 越书如越人 我们看书也要看一个作者 今天 Buno在此 我不错过这个机会 去 等他说一说 但说一说之前 也介绍一下 我认识了Buno 我想有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 但老实说 君子之交 淡如水 为什么 我们认识了虽然二十多年 但在初几年 我们多一点时间 久不久见一面 但三四年之后 他就过了台湾 过了台湾 发展 接着到最近 其实我也是在公开资讯上 即是在报纸上 看到他 看到他在台湾 然后回来 亦都发展得很好 所以见到他的职级 每一次看报纸 都有些不同 可以照顾到家庭小朋友 当然 他自己也理财有道 各样东西 都非常顺利 在过去这么多年 直到最近 我发觉最近 我认识他最多 都是从他本书 里面这本书 有少少自转式 除了说投资之外 理财之外 亦都说了很多 之前 我也不知道的事情 所以 我发现很多公开资讯 才更加认识 Buno 我也是第一次 这本书才知道 他这三十多年 在他的职业生涯里面 有一条很长的路 他第一本书的引字 由门童到基金工会的主席之路 我先 越书越人 我先等Buno说一说 他这条路是如何走出来的 好 大家好 首先来说 我应该更加多谢James 因为有一个这么好的环境 真是一个很特别的 不是一般的书店 也都好像James所说 因为认识了他很久 其实很开心 有机会大家在这交流 和各位观众分享一下 其实好像James所说 我本身来说 认识我的很多 可能在金融业的朋友 甚至是不同时段的客户 就知道我在财富管理的业务当中 在银行集团 保险集团 基金集团做了很久 知道我后半部的职业生涯 但James所说 其实我出生的时候 以前也是一个比较樊皮的小朋友 读书又不是读得太好 中学毕业的时候 跟着朋友等着放榜的时候 去了中环文华东方酒店 做行李生 每天上班都很开心 因为都不用带钱上班 有提示 又可以和朋友吃喝玩乐 直至等到放榜出来 其实成绩一般 都没有想过 直接读中六中七 读大学 开始在酒店业的生涯 做了几年 在东方文华做过行李生 也有朋友带我去跳槽 去到九龙香格拉 当时在尖东开铺 过去那边 有机会做櫃台 即是前台的职业 做了一段时间之后 机缘巧合 去做一些和时装有关的工作 很不同 做了时装设计 因为我一向对于 你知酒店出入 有很多美人 有很多美的店 对这方面也很有兴趣 又有小小的天分 喜欢画一下 跟着一些导师 去学一下 怎样画时装的绘图 又有一个学员 自己有一个山寨店 即是製衣出口 又看到我画的工具 画得很漂亮 有些天分 又问我 有没有兴趣来山寨店 即是厂里 帮我设计款 然后拿去做款 拿去卖 如是者就跳出去了 做了大概 也有两三年时间 然后就发觉 玩够了 突然之间不知为什么 就发觉 好像我的材料不太够 又有和时装设计师 认识了 发觉他们 真的个个都在这方面 很专长 有这样的训练 突然想说 不如去外国 深做一下 去深做 其实当时 不绝有限 朋友说 加拿大那里 有机会 未读中六中七 就可以过去 读社区的学校 然后报考 终于过去 但发觉 过去之后 有不同的想法 可能人大了 是 那时有九七二民潮 很多人 因为担心回归 离开了香港 那时就想想 做了几年 这些设计 又没有我的朋友 加帝那么丰厚 又没有这样的背景 我发觉 有机会出去读书 不如去读一些实际的东西 想着回来香港 也是读一些经济 所以从此就开始了 读经济 然后回来香港 就是财富管理的职业 一直到现在 差不多三十年了 三十年 在财富管理里 那里面 积累了三十多年的经验 是 但我一开始的时候 我都输有说 其实都不是那么顺利 因为我之前走的路 比较崎嶇 所以申请各大公司 都被他门外 直至我 不是很奋气 就写了一封信 给当时的汇丰大班 你真的很斗胆 就是刚刚毕业的 写给汇丰大班 还有封信 在你本书上 登出了 是的 这封信真的有意思 我们做书的 最喜欢签名 竟然有蒲威士的签名 当时的汇丰大班 是 没错 他投诉 为什么我这么一康热成 回来香港 要加入 但他都没有机会给我 终于在他们看了我 这么有诚意的情况下 就安排了我 有机会 加入第一份在财富管理的工作 所以我觉得你也是属于这一行 属于这一行 因为这样 你就入了这一行 几十年 我们有很多机会 因为整本书 涉及了很多你的经历 这是你开始 一来会到 不止最近 是这几年 就去到 投资基金工会 基金工会的主席 有机会 我们还会再来 讲到这里 因为书里面有很多内容 今天是 我刚才也讲 一会再讲 这个是我们的 这个是一个book talk 我都要讲一讲 做少少一个书评 讲一讲这本书 我都看过这本书 由头到尾 我都介绍一下这本书 我觉得这本书很特别 其实我刚才也跟班奴说 讲理财投资的书 是竞争很大的 因为很多 亦都很多不同 资历背景的人去写 这本书 我觉得有几点 我想特别讲一讲 第一 我觉得他理论 他有很多理论 在这里 但你不是很感觉 你不是很感觉他太理论 不是那么理论化 很务实 有很多实际工具 告诉你 一些行内的 practice 习惯 他不觉意都告诉你 所以如果你有机会 去买这本书 看这本书 值得去试味一下 但它是很简单 很直接 很容易明白 而且很实际 有很多东西 第二 坦白 我个人会少少觉得 有些地方 不够深入 但他这本书 不是写给行业 行内的人 如果对于一般 大部份的普罗大众 其实他的深度 我觉得有好处 而且容易定 但一样东西 除了深度之外 一个宽度 就很阔 基本上 我觉得 是什么都包罗蠻 都包含了 所以 这个大家很值得 作为一本书 可以放在你们的桌上 经常去看 最重要的是 这些书 通常很理性 很多图表 很多数字 很多经济理论 去支持 很理性 但这本书 有一些他个人的经历 他将这些投资的东西 用个人经历 甚至和太太聊天 一些心意 当然有心情 心意和心情 一起混合 一起去展述一些道理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平易近人 很像一个很熟悉的朋友 而这个朋友又很熟悉理财 跟你去沟通 好像喝杯咖啡 好像喝着咖啡聊天 这样 这是我对这本书的看法 讲到这本书的内容是讲理财 我又想问一下Buno 这是我自己的看法 你又写这本书的时候 又有什么特别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老实说 去到这个阶段 你就early retirement 其实可以不需要做这件事 你花了这么多精神 去出一本书 我想你一定有个讯息 想告诉很多读者 可以分享一下 其实James果然是一个书店的老板 其实书本身来说 就是一个两三百页的一本书 其实要将三十年的经验 或者观察到很多不同阶段 不同市场的情况 不同人客的情况 遇到的情况 去将它写出来 的而且确不是那么容易 当然我和《讯报合作》出版 做这本书的时候 一开始我们就想 为何要做这个项目 写一本书 好像你说 市面上有这么多工具书 有这么多投资的书 这本书究竟是想达到什么目的 想读者拿起一本书的时候 甚至乎 不要说拿起一本书 因为你知道竞争很大 在书店有这么多书的时候 如何吸引他去 觉得这本书有少少不同 我们也放了很多心血在里面 去做 其实有很多地方是很刻意的 先回应 第一个说它很实用 其实也有少少跟我自己 刚才所说的出身有关 因为我自己做过不同行业 我会比较容易明白 一般非金融业的人 去理财每个人都需要 去改善生活 找多些钱 去家庭 或者住屋 或者生活各方面 去改善 这是每个人都需要 但问题是 因为市场的而且各不同 工具五花八门 所以我觉得 在实用性上来说 我希望书的内容 简单易明 循序漸进 有些地方 点到即止 很多时候发觉 股票 基金 保险 去做这些决策 在不同的机构里面 可以透过银行有些服务 在保险公司有些服务 在基金公司也有 证券也有 其实他们有时都很混乱 究竟有什么不同 我在不同的地方 究竟我哪个拍档 要找我帮手的理财顾问 或者是哪个适合我自己更多 或者这些这么多工具 有股票 有不同地方的股票 有不同地方的基金 债券 所以我想在这里 我尽量去写这本书的时候 就将这些比较一般人觉得很复杂的东西 我尝试用我自己作为一个非金融业的一个人的角度 去将这些尝试去简化它 所以你看到这本书都有很多漏白位 其实整本书只有一个公式 就是一个公式 那个公式就是James先生很熟 因为James除了是书店老板之外 还是著名的一个会计事务所谓的合伙人 我很少透露 所以这个班门龙虎我只有一个公式 那个公式就是折现的公式 就是任何的投资 其实最终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 其实投资想着当然是想升 当然是好 但是我们里面也有些基本的说到 每一种投资的内在价值是什么 你怎样衡量 什么时候为止贵 什么时候为止便宜 在不同的经济周期里面 那个宏观经济 怎样影响着你这个投资的决策 或者理财的决定 不同的工具又怎样做 在实用性来说 我希望循序漸进 是有一个步骤 好像一些心法 一步一步你记得心法 你由闊到窄 去明白如何做一个投资理财的步骤 其实这个我觉得是应该 每一个人都应该先去了解 不是第一件事就是想 今天我应该买哪只股票 有什么消息 反而我希望这本书 能够填补市场上一个这样的空隙 这是第一个实用性的问题 我有回应 因为它有五个chapter 这本书 五个chapter 刚才 Buno说是心法 我觉得不止心法 心法固然是最重要 心法应该是第四个chapter 无妄初冲目标为本 搞清楚自己想怎样 还有目标是什么 但它都有阵法 找对好伙伴 第三个chapter 要找到一个partner 譬如经过基金公司 保险公司 政见公司 他们中间的操作又如何 还有兵器 管理工具 用什么工具 其实很多很丰富 如果你说你谦虚 只是心法 其实有了招式 有了兵器 有了阵法 但是我想有些读者 可能看的时候 就会觉得 你刚才所说的 第二点就是 那个阔度和深度的问题 因为如果要找到中间点 其实就不可能一本书 就解决了所有 对于投资理财的所有事情 既然市面上 很多可能在分门别类 在每一个范畴里面 有些技术分析 有些红楼证 窩论 股票的投资 心法 我看到有很多 我这本书里面 有名人 在一些殿堂级的投资界 或者理财界的一些名人 所说的 甚至是我旧公司的旧同事 在波士顿 也和他有一面资源 有机会和他开会 好像Peter Lynch 在富达的时候 我觉得在这个 宽度和深度当中 去找一个平衡点很重要 因为很难做到一本书 可以又满足到 又有一个很深的深度 另外也涵盖了很多不同的 投资理财 这些不同的工具 所以我希望 如果在两者取其中间 对于现在市面上的空隙来说 我觉得这本书的定位 希望能够先是一本入门的工具书 是有一个宽度 令到读者拿起的时候看 一路喝咖啡 一路在看的时候 会很舒服很容易 令他明白 或者想起自己的经历 当中和他有什么 可以帮到他回顾 然后再帮他 可以优化他的策略 是的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这样 有一件事 看完这本书 是可以立即作员起行 例如他们介绍到 有什么活用 有这个狗公格 如何用 资产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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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可以拿出来画画 没错 你看到我书店买其他书 可能你要花很多时间 看完整本书 看完之后 你都可能要花点时间去消化 看完这本书 你就可以立即 我觉得有些tips 有些工具 这些图表可以立即去运用 这件事 我相信是Buno的心意 特意想一般的读者 可以立即进行 因为我最记得他这本书 开头的第一个故事 就是那位伯伯 退休的伯伯 去到银行 希望做一些 可以提高他的资产回报 你的评语就是 当时他也退休之年 可能会较少少 如果他能够做一些 很多事情可以做得更加好 可以 资产回报会更加好 所以我相信你一定有个心意 鼓励大家去推动 去做好自己的理财 没错 我觉得在这个行业当中很重要 我经常都和同事分享 觉得在这个行业做这么多年 其实我们不是单单看这个 是一个做教人投资理财的工作 而是更加重要 就是要有个负担 因为我们所可能面对的 就是可能一个 我们面前的人客 他的不生迹速 虽然好像刚才说的例子 我刚刚入行的时候 在银行分行的伯伯 就说现在的利息只有这么多 储了的钱有这么多 那就退休了 有什么可以做 可以支持他 到那个阶段的时候 其实可以做的事情 坦白说不是很多 现在有些政府发行的 比较多些选择 以前没有那么多 所以我会觉得 其实这也是有一个 有这样的负担 或者是呼召 令到我觉得 是否将这些经验 可以把它写出来 因为始终 就算是一个讲座 一个钟头 或者开一个Facebook Live 可以说的事情 不是说得很多 但如果透过一本书 来给读者 他不一定要由头看下去 本书的设计 就是他可以跳 你可以看兵器篇 也可以 你可以看工具 也可以看心法 也可以 或者你去到不同的阶段 遇到不同的经历 可能觉得这些 跟你讲完之后 不太明白 你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书 要看这种工具 或者其他运作是怎样 或者资产配置 很多时候 人客有强迫症 不是零有一 不是买就买 其实是没有中间位 但其实是有中间位 譬如你买了股票 当你这段时间 可能市场比较波动 可能低了 可能他就觉得 早知第一季的时候 就买了它 拿了现金 跌了的时候再买 但其实不一定 譬如你说 可能第一季好的时候 但是亚洲市场 中国市场不好 但可能美国继续好 或者有些收息的工具 可能是债券的类型 或者都可以 不是完全是 或者是把你的投资 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 你可以把赚的拿出来 转到一些比较低的风险 或者是把本拿出来 把赚的部分 继续投资 去承受高一些风险 所以所谓的九宫隔的意思 其实不是只有两个 买和买的选择 是中间有灰色地带 你可以分散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工具 或者这样做的配置 令自己不会强迫 好像很困难 有些最常见 就是投资者 看到升的时候 买了之后 继续升 就觉得买早了 或者跌了之后 又不敢买 但是看到反弹了之后 或者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就觉得早知那时候 又有投资 譬如好像今天 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 9月11日 是 我想大家今天 没可能看报纸 看不到 今天是911的20周年 一个惊天洞地 一个翻天覆地的影响 我记得你说 相识20年前 20多年 2001年9月11日 你记得那时候 你做什么 我记得 我看了新闻 看新闻 那时候 其实在 现在这个时间 差不多 因为是 美国的8点 没错 就晚一点 我记得 当日 9月11日 2001年 我是刚刚 那时候 在台北工作 2000年到2005年 在台北工作 董太太 那时候 2001年 刚刚那天 我回香港 出差 跟着 便飞回台北 下机 然后乘搭车回家 是 下机乘搭车回家 的过程当中 我的同事 就打电话给我 那时候 没有微信 没有WhatsApp 就打电话给我 他说 Bruno 你有没有看电视 我说 没有看电视 我刚刚下机回家 我说什么事 他说 在纽约有架飞机 撞了个世贸 我说不要玩 大家的反应 我虽然刚下机 你也不会这样 吓我 他说不是 是真的 他说完没多久 他说 第二架又要撞进去 我那时候 是很深刻的一个印象 那时候 又没有立刻上网 看到那些东西 回家 立刻看电视 两架飞机撞进去世贸 然后 接着 投资市场 当然是翻天覆地的震荡 没错 但这个是 我想 这么多年当中 其中一个 很难忘记的 不单止是 从业员 在金融财富管理行业 我想 当时有投资 也很难忘记 但也反过来 有危有机 当市场大幅调整了 以及一段颇长时间 大家很担心 究竟会发生什么事 但之后 市场逐步稳定下来 其实又是回复正常 因为我记得 那时还在台湾 准备要发行一个新的基金 就像IPO股票那样 但我们最终决定 都是照发 因为市场跌下来 反而对于发行新基金 当然影响会有 因为大家都害怕 不敢投资 但入场店便便宜了很多 打了八、九折 所以变了来说 对于长线的投资者 当时都有参与 也有一个不错的回报 反而就是说 在投资市场变慢妄测 这是其中一个 本书都有说到 其中一个比较黑骨铭心的一个经验 我看这本书的时候 贯穿了过去至少二十多三十年 二十多年来的资本市场 的up and down 很多事件的发生 crisis 但用一种 好像朋友拿着一杯咖啡喝的 去谈的事情 其实是贯通了你这么多年的经历 又融入了 所以这本书 不只是说一些投资 这么简单的事情 贯通了这么多事情发生 所以911是一件最难忘的事情 我相信 还有很多crisis的教训 我见你在不同的地方 都在书里面有透露 还有久不久 这本书很有趣 有些同场家影 一些冷知识 一些小博士 很丰富 我转一点话题 我们说了很多投资、理财 不介意我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其实理财和投资有什么分别 是同样的 很多人觉得 财富管理一定只是投资 其实理财和投资是很不同的 基本上来说 如果我们个人当做一盘生意 这样才算 我们当然会需要有入息 有入息的时候 必定要控制支出 就算未开始投资也好 你一开始做事 或者有入息的时候 从理财上来说 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做计算 等于我们要做预算 就是收入和支出 如果往往支出多于收入 现在的年轻人 很多时候都很容易 申请很多信用卡 然后就说 其实不用全部付 你付十分之一 面资就很方便 然后稍后慢慢还 先花钱 然后慢慢还 其实这也是要小心的 因为始终我们 可能做得太久了 竟然豐富 你也要存钱 才可以投资 所以在理财上的意思 首先来说 是宽过投资 投资是其中理财当中 一个步骤 或者一个工具 当你已经赚了钱 是存钱 那时候 你再去根据你长远的需要 或者是要存钱买楼 或者小朋友去十年 二十年之后要读书 或者要准备更长远的退休的安排 那你怎样去有一个目标 而根据你的预算 你可以存到多少钱 其实不需要 或者开始多的 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习惯 是 由一开始做事出来的时候 多或少钱也好 即是有一个习惯 是 养成了一个习惯 就变成了 就存了钱 你也要想一下 那些钱有什么方法 可以运用 能够令到它有一个最好的回报 只是我们说投资 其实不是只说我们叫upside 不是只说有多好的升的机会 我们都要去看看风险 可能下跌的风险有多少 在什么时候 究竟是直博率大一些或小一些 这些都会影响到投资的部分 还有很重要 就是大家年轻人 一开始做事的时候 可能是距离需要存的钱 都还有一段颇长时间 但是变成了它的支出 全部都是以收入来支撑 但是当你工作一段时间之后 你已经累积了一定的财富 其实我们就有一个 被动式财富的收入 即是说 如果当你存了一百万 一百万 其实如果你的投资 如果回报是可以有八百五 它有一百万 一年就有五万 但是如果你有百分之十 就有十万 所以如果你的投资也是额外的收入 就是变成了一个被动式 我们就叫做 你睡觉的时候 也有人帮你打工 当你去做投资的时候 你是去投资一些稳健 或者你生活上都有用到的产品 觉得它是好的公司 财务又是健康 又有增长潜力 其实就等于你做了老板 除了有份工之外 你去做投资的时候 就可以把你身身苦苦 找回来存起的钱 然后的消费 又很痛苦 你不买一样东西的时候 但是去做一个投资的时候 就希望去带来一个 长远的一个 先苦后甜 长远的一个 多些额外的被动式收入 或者是一个雪头 可以滚大一点 令到你的储蓄 能够帮你去 我们叫做一个福息效应 就是爱因斯坦所谓的 另外一个奇迹 就是一个滚泉的效应 所以我们不是说投资 其实你想给读者 及早做一个理财 有理财的习惯 而理财是一个活动 是一个习惯 所以越早做越好 所以要有很好的规划 而投资只不过是其中一个部分 另外就是除了存钱 控制支出收入之外 重要就是可能有时 都要想一想 例如在一些保障上 因为在不同的阶段 例如年轻的时候 尤其是结婚的时候 你有多了负担 有多了支出 这样变成了有风险 万一可能经济周期不好 没有了份工 如果没有了份工的时候 公司的健康保障 医疗保障就没有了 这样变成了屋流添年 要看医生 要有疾病的时候 要入医院的时候 也有额外洗肺 可能一些基本的 其余保障式的东西 都可以去减低一些 预期不到的洗肺 这些都是在所谓理财范畴 你不是一个投资 但你在理财范畴里面 要做的一些部署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理财就复杂很多 有部署也有很多事情 投资就好像是 主要是说买和买和赢和输 另外我便想起我自己 你说到这里 我将我的资产部分 投资在这家书店 我估计 很高价值 我估计 我理财应该可以 因为我将一小部分 放在书店 但我这个投资应该不太好 因为投资到书店 不是很好的投资 不可以这么说 这是关乎价值观的问题 其实很多时候 投资者会觉得 股票升得越快越多 一定是好公司 其实未必的 价值和价钱是不同的 价钱就是每一页 股票的价钱 书店实际上 你可以衡量的收入 来到你截算的价钱 但是价值可能是无价 多谢你这么说 我这么想 你这么说 我便舒服一点 价值和价钱 我们说另一个东西 说到投资 始终也要说一说投资 因为投资是理财的重要部分 你可不可以说 你这么多年 过去那几十年 你人生中最大的投资是哪些 可不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 人生最大的投资 必然是在自己身上 因为始终 我们都是要靠打工去赚钱 所以变了在这么多年来说 首先在自我增值上很重要 譬如我在台湾回来香港的时候 我都去读了一个金融的主持 令到自己在当中更加肯定自己 虽然做了一段颇长时间 也有做一些管理的工作 但是再重新去认识这件事 用另一个角度去看的时候 帮到自己去更加了解 再走远一点的时候 究竟如何去 在一个行业当中 策略上 去更加了解 去做好一点 这个自我增值是很重要 但是我想 除此之外 当然更加很重要 就是我想 在理财上来说 我觉得除了在投资上 当然有不同的配置 有些不同的股票 不同的基金 我觉得其中一个 我觉得除了91之外 一个都颇为深刻的印象 就是2008年 就是环球金融海啸 环球 当时自问在银行业做了很久 基金业 以为对于金融业有一定的认识 当时在2008年 雷曼事件之前 就是投资了一间美资银行的股票 已经跌了很多 我觉得应该是环球性的金融集团 非常龐大的金融集团 应该也有便宜货汁 谁知道买完之后 越买就越跌了 低算不算低 低算不算低 跌到很低的时候 跌了差不多九成多的 不是我原先买的时候 我买的时候 已经跌了差不多一半以上 再跌下去的时候 都想着这间公司 都是一间很有实力 还有很有历史的公司 继续持有 终于等了十年之后 经过各方的美国的压力测试 过了关 稳定回来 终于可以有解脱的机会 还有一些少少斩落 这也算是一个 颇为深刻的印象 也是很重大的一个决策 但当时除了自己的投资之外 当然也当时在银行里面 都负责亚太区的财富管理 也是很开心 当时也做了一些决策 避免避开了一些产品 是没有卖到 令到客户可以没有蒙受损失 所以我觉得 其实在当中来说 不只是说 我们其实没有一个水晶球 虽然做了三十年 但是也不会觉得 我们知道星期一 开始升另跌 很多因素是预计不到的 所以也要不断提醒自己 以及各位观众 其实投资或者理财 最重要都是 最基本都是回到自己的需要 每个人的需要不同 有人喜欢住一千尺的屋 有人满足于一个窩居 有不同的目标 或者不同的环境 所以也要看看自己有什么 有什么梦想 其实理财投资也是一个过程 当然没有钱是万万不能 但有钱也不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 也是我在书中很想表达的一个信息 希望大家 其实投资 你可以用一个很复杂的角度去看 但是如果你拉开一点 其实轻松一点去做一个理财 很舒服地去做一个理财 也可以 但是最重要都是 自己要很清楚自己的要的是什么 自己也要克服一些延后的消费 因为你今天所花的钱 没有存起它 可能将来会需要存更多 所以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 一个步骤和一个习惯 其实刚才Buno说的东西 在一本书里都有 这个也是一个感受 就是他又将很多夹杂的经验 放进去 就透过好像今天这样 去聊天地聊出来 他再说一次 我又好像觉得我刚才之前 看得不够深入 好像他又再 他也提过 不过现在又再说一次 他将很多东西 放进去里面 他刚才提过的 都是几件主要的危机 即是经历过911、2008 每一次危机里面都很 因为我想可能他的经历 那样的知识 就为他好好准备 帮到他的客户 和帮到他自己 更上层流 每一个危机 更加好把握 没有被危机吞了 更上层流 所以这件事 都是我在书里面 看得到感受 观众好像有些问题在这里 是的 我们说到都不觉 Q&A 不要只我们说 观众有些什么 有观众问 事已、世已 年轻人在上流 即是流动的机会 好像同事前都不同 有什么建议 是的 不只是我的 James 很有经验 先听说 我先说 好 我觉得可能 今时今日 的而且香港是一个 非常昂贵的城市 没有办法 逢新大城市 即是纽约 倫敦 这些都是一些 贵的城市 但我觉得 香港始终来说 机会仍然有 是 因为始终对于 年轻人工作上 香港都是一个 有充满机会的城市 都有活力 所以我觉得 在年轻人来说 我觉得 都是要自我增值 还有 在工作上的层面上 我觉得 其实要 要 用心做好一件事 其实在技术层面 每一个工作 不论是什么行业 都好 我们说 通常都有 十万个小时的规律 你做什么行业 都要用十万小时 大约七年左右 以一日正常来说 你上班时间 就去打好基础 我觉得 这个机会仍然有 James 你怎样看 我觉得 我不是什么专家 我只是讲讲 个人的感受 我觉得 每一个年代 都有它艰难 有它好的地方 我们现在 好像看回头 就说 我们这一代 好像 好像 没什么上流机会 上一代也有它艰难的地方 不要说上流 是一个艰难的环境 每一代人自然有它的智慧 和它的毅力去克服 我们都很相信 新的一代 有它自己的方法 又反过来说 除了说上流之外 新一代 拷腹肝 这个不说 我想说 正正 如果这一代人 都比较 WELL OFF 但WELL OFF 之余 更加 着重 一些 多一些享乐 更加要做好些的理财 更加的理财 更加重要 所以 我觉得 跟我们今天说的 也很对 无论你是上流 或是上一代停一代 更加要做好理财 坦白说 其实 上下流动 仍然都有 因为本身资源比较丰富 其实要花费 花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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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费很快可以花费 也要小心 你刚刚提到 腹肝的问题 对 道者问 如何看 现在是靠腹肝 我先说 不如反过来 我又觉得 正面地看这件事情 如果起步点是高一点 难道我可以有家的帮忙 为何我不好利用 正正正有好的理财工具 我特意要自己做过一个 創过一个理财工具 去帮我管理财富 而不用现有 我觉得 应该直接一点 正面一点去看 既然有一个 家的支持 所谓腹肝 为何就不起一个 这个位置上 再做好一点 最重要是 不要浪费了 家的支持 这个助力 所以我觉得 应该正面一点去看 我就这样看 我的经验 或者很刻意地 尝试这样做 我觉得 父母的确实 每一个都很想给子女 一个非常好的环境 可以给她成长的过程 但也要小心 想要和需要是不同的 正如在外国 一些很出名的 很成功的人士 包括了Bill Gates Warren Buffett 他们都说 我赚了那么多钱 我不会留给小朋友 为什么 因为我早就让她知道 她已经是全世界 这么有钱的首富 如果把钱留给她 他们就没有推动力 他们可能觉得 我不需要努力 因为我已经有 我毕生 几小都用不完的资源 我不需要努力 所以 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靠腹盖 我觉得 其实很重要 就是要给小朋友 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 很重要 就是给小朋友 一个很清晰的讯息 就是说 其实 可以给到一个好的环境 但是 他们都要自己 要找到自己的兴趣 都要自己有一个 独立的能力 不是一定要靠赚钱最多 去做的事情 而是至少找到自己的兴趣 还有所谓有心有力 有心想做的事情 而能力上也有潜力 有这样的能力去做 你这么说 也有得着 真的 有额外的得着 刚才我那个很快的回应 就是从那个 年轻人的角度去看 正面来看的事情 你又补充了 你说了 是从父母角度去看这个库盖 是 父母要比这一种 这种的关爱 是要懂得比 如果没有浸身 你另外看你这本书 全部都可以参照 看他里面有提及 他的个人故事 如何令子女凡事都有成本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 除了钱 还有你说了一种理财的方式 概念 心法 给下一代 这个更加重要 由世去培养 相互相成 所以年轻人可以正面一点 上一代 亦要懂得如何比 是 懂得比 如何懂得收 又有一个问题 加密货币 热门话题 加密货币 我一句 因为很快 不懂的就不要碰 我就很简单 所以我没有 亦都不会 很简单 听专家讲最重要 我不算是加密货币专家 我本书都有讲一个简单的理念 所有的理财投资工具 或者我多年所累资的经验来说 我觉得很重要一件事 就是投资工具 或者资产 本身有没有内在价值很重要 内在价值的意思是 它本身能否产生现金流 或者本身会否有赚钱的能力 就是投资一间公司 它是服务好 产品好 它会有市场的占有率 它会有赚钱的能力 加密货币 就是属于另类的投资工具 虽然很热门 但个人来说 我觉得投资真的需要小心 因为我觉得最大的问题 就是监管的风险 因为很多各国的政府 政府对于洗钱 或者这些不法的活动 利用这些都是有避忌的 而且在这方面 暂时还未成为 政府所认可的主流工具 甚至可能要求 只是给一些专业投资者 才可以参与 所以对于一般投资者来说 我觉得也是需要小心 因为波动性实在是太大 所以我觉得 给大家一个提议 都是要小心一点 要先了解才去投资 如果真的要做的话 也有另一个问题 读者对你也挺有兴趣 他说你做过很多份不同的工作 整体都很不同 最喜欢哪份 最喜欢当然是时装设计 这个就是说现实和理想的分别 是 因为我挺喜欢创作一些东西 太太也说 我经常有很多想法 有很多不同的东西 我也挺喜欢搞一些创意 喜欢一些漂亮的东西 但也明白 你欣赏这件事 和作为一个工作 一个事业是很不同的 所以变成要分清楚 一个事业去支持家庭自己的需要 另外一个就是兴趣 保留这个作为一个 不仅是时装 可能设计 建筑 这些都是一些很美观的东西 我都觉得有这样的兴趣 那些问题是这样爆出来的 我猜都不好意思 可能未必我们可以把所有问题都问完 时间差不多最后一个问题 我作为主持人 我就抢了最后一个问题来问 这本是你第一本书 你还会再写 会的 其实我和《讯报》出版那边 一早就讨论 我原本想写两本书 现在可能有机会写三本书 不过这个重点不是 会否真的写两本或三本 而重点是 都是有一些 因为写完第一本的时候 发觉大家的反应都很好 其实有更多的东西想和大家分享 但如果以《投资理财》来说 我只是想写这本 但可以之后用不同的形式 和大家再深入些 去做各方面的分享 但其他的书是讲下其他范畴 我们拭目以待 时间我们剩下最后几分钟 最后一个 我便想问一问 到最后 有没有最终的信息 最终的信息 最终的信息 给我们现场的观众 或是网上的读者 好 我想我本书的结语 章节 其实我觉得是很大胆 应该是没有写 《财经》 或是《投资理财》的书 的作家会这样写 我引用了 是Beyond王家区的《海阔天空》 《海阔天空》 作为这个结语 为什么呢 我亦都觉得 希望大家能够得到 或者知道自己的信心 去接近控制财务自由 令到大家心境上 可以有一个很欢阔的心态 令到感觉到 好像面对《海阔天空》 那么舒服 和那么开心 多谢你 是Buno 我也有最后一个结诈给大家 三个字 我一个很简单 Buy this book 多谢大家 要是book and code 这里有些分别 这里有签名本 因为今天在现场的朋友 可以买到签名本 因为Buno会立刻 签名给大家 亦都会情商 特别情商信报出版 留了很少部分的第一版 我亦都会要求 请求Buno 帮我签名才能走 如果不在现场的观众 可不可以在网上 在你的book and code 留言 你总之有我联络方式 有联络到我们的方式 电话什么都好 通知我们 我们会帮你处理 其实不只是看我买这本书 其实这部 book and code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打卡热点 最好不要只是打卡 来这里买完一本书 在这里喝一杯咖啡 在这里看一本书 先走 OK 我们参考到今天 谢谢Buno 谢谢大家 拜拜